欢迎收看7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凯米台风造成花莲北上铁公路中断 交通部启动海运 28号第一个航班从宜兰的苏澳港起航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航程 上午11点左右抵达花莲港码头 民众认为交通应急虽然方便 但是更希望能够让蓝色公路 变成常态的交通工具另一种选择 一早花莲港区内旅客通关服务站 就停了将近10辆的游览车 等待因为台风造成花莲北上铁公路中断 而起航的新台马轮旅客 轮船进入花莲港内后 引水人导引船只进入停泊区 第一个苏澳道花莲航班 载了386人41辆自小客车 两辆货车还有9辆机车 我们这一次28 29 30号三天 征掉新台马轮来进行苏花的海运备源 新台马轮乘客人数上限是642个人 小车可以载45辆或者是大车18辆 28号目前我们已经从苏澳出发了 花莲这边原来登记的人数是636个人 几乎是额满 车辆的部分大型车3辆 小型车30辆 我们有后补的10辆 现在在陆续办理现场报道的手续 所有旅客搭乘台马轮的原因都是希望北上时间可以缩短 因为从花莲往南走不论是铁公路都要八九个小时才可以抵达台北 因为走南回真的比较辛苦 因为从台北到 因为我的老家在泰国这边 所以我等于是四分之三的台 那个台湾 这样走很辛苦 时间的考量 时间的考量 对对对 然后开车也很辛苦 所以才会想说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做 北回断掉了 所以我觉得很大学 然后又不想搭南回这样到 原先是预计走南回 如果这个船没有上的话是走南回 大概要九个小时才可以抵达台 新台马轮效一点华联网苏澳载了532人 47辆大小客车 港务局目前规划 从7月28号到7月30号有三天的疏运航程 至于能否让蓝色公路变成常态交通 还是需要多方面的评估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 好